就觉得说 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然后慢慢的就是在努力 十六岁拼到四十四岁 黄子娇一滴潮就泪崩 金曲奖是好多好多人 一起努力共够的 今天一个人主持要好好努力 四十四岁的黄子娇 努力撑起了一片天 他是记者会的救援高手 大型颁奖典礼的金牌主持人 挥手来时路有起有落 从小父母离异 妈改嫁 爸应酬 没人雇他 我永远都记得 我睡觉了 然后门打开 酒气 然后又关起了 就我爸回来了 妈妈走的隔天 我去学校 老师把我叫到他桌子旁边 他说 你眼睛怎么这么肿啊 他说是不是水喝多了 我说对 水喝多了 然后他就 哦好 那就留意一下 那个画面我永远记得 他也没有戳破你 家庭的不圆满 让他被迫提早独立 所以我16岁就自己搬出来了 从那一刻开始 我的房租 水电 我都扣掉了 我一毛钱没有拿 从16岁到现在 把我家里啊 现在去买家具啊 我曾经去买过一个柜子 送到家里 准备开始整理的时候 初题打开 全部是蟑螂 铺平的 我不骗你 铺平的蟑螂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恐怖 比恐怖片还恐怖 颜值过早 2001年 他与小S 曾宝怡穿三角恋 让他身败名裂 前景光明的事业 煞如日食一片漆黑 主持过盛大的台北101跨年晚会 沦落到只能接乡镇的通告 想起那段诗意低潮 他仍悲从中来 你会有很大的感伤 你会觉得说 就是 就是当时是 哇 万人空巷 这个 这个 十几二十万人 首都 然后突然间你面对的就是 好像是一个 我记得应该是一条街 那么那个时候就是 舞台也是比较像工地秀的那种 就觉得说 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所以我也是有每个礼拜去喝挂的 只是那时候没有拍到而已 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如果有一天真的走不下去的时候 我的这些CD该怎么办呢 我的公仔该怎么办 那我就想说 好吧能写一下 有备无患 所幸没巡断 才有余韵长 娇娇自我鞭策 再站了起来 不要把自己想得太伟大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人是不能被取代的 娱乐动新闻 报导 感谢观看 我们 ama